3810 mini project tutorial 我們會講一下Schedule Marking screen 這塊板上還有很多硬件 譬如Touch screen 另外有ADC converter 還有其他器材 但這些都不是一個重要的 在Embedded System 如果你有興趣學或者用在這個項目 你可以看我們Extra的項目 我們這個Title 就連一樣 Electronic Games 你可以設定一個新遊戲 或者如果你沒有ID 就找一些充電器來玩 就抄襲 譬如玩Game Boy 我們這個重點不是遊戲 而是想 在這個課程中 學到什麼有關Embedded System 還有 就用回Library 你製造了Lad 1-Lad 5 還有ProgramSkills 你寫Program的能力 還是你寫Program 其實是很慢很差的 當然 當然 這個Program要Compate 要沒有Bug 記得在第一頁 你的遊戲 告訴你的名字 你的CID 如果沒有人知道 你誰做的 這個Project 就是兩個人一組 和現在一樣 好 回來了 什麼是Embedded System 我們說了這麼久 其實Embedded System 通常有些Input 有些Output Input 可能是人為的東西 比如說按按鈕 可能是來自環境 用Sensor去量度 甚至是來自另一塊板 另一個Device Communication 你做出來的Output 亦都會是 有些Indicator 例如LED LCD 有些動作的東西 例如 去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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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edded System 其實最重要的是 它沒有了OS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它是要盡量想辦法 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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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Embed System 很多時候都是充電 用電腦 就想用電腦 耐用 低成本 簡單的硬件 低一點的 電腦 就會長一點的 電腦 雖然你可以多付錢 買電腦 但是 接著就會變得重 所以 這不是解決 買快一點的CPU 和多買電池 不是解決 另外 寫Program 最好得到 有一個好的 Best Performance 如果你的CPU 反應夠快 其實你可以做到 一個View Time System 而且 RELIABLE 非常重要 沒有人喜歡 產品 是會 HAND UP 或者RESET 買個 電話 買個Smart Watch 如果經常都很輕 那你就 講出口罵 Ampair System 今時今日來說 很多 因為CPU 已經很便宜 出了很多 例如一輛電池 每一個 功能 其實可能 有一個Best Performance 有一個CPU 在後面 就未必是一個 主要的CPU 會控制所有東西 然後 你只是 一個CPU 或者是 聊天 例如 汽車 會用CAMBUS 來做通訊 因為CPU 已經很便宜 所以 每一個CPU 做很簡單的 沒有OS 做負責很簡單的 然後 接觸到 Central 也就是 Ampair System 例如 你不會拿相機 去嘗試 下載遊戲 去玩 不會做這樣的 事情 不是 使用OS 隨便行 通常 Ampair System 是一個 特別的 系統 來的 這個計劃 我們的遊戲 可能是一個 Stand alone 的遊戲 亦都可以做 兩個版 聊天 因為我們每個 同一塊板 不過今年可能 疫情問題 大家就沒什麼機會 玩這個 因為你學了 用UART 其實呢 你Dubicate 之後就可以 兩塊板 兩個Screen 好 那 上網 在Blackboard 你會看到 以前的影片 當然 做得很好的 那 那 那 因為同學 就覺得 做到這樣 雖然是一分 但是 他們覺得 不是很多個 Course 可以 展示給別人看 他學了什麼 或者可以做到 幾好 其實310 就剛剛 可以有這樣的 那 記得 不要抄襲別人的東西 因為 我們就有了所有的 影片 有了 報告 有了 資訊 不要抄襲功課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好 那 Schedule 今天就是LAP V7 我們就 Mini Project Tutorial 下個星期 最後一個LAP 就是講碳碼 下個星期 你就交了 Proposal Mini Project 你有三個星期做 十一 十二 十四 十三個星期 因為十三個星期 第一個星期 你就試完所有你想做用的 硬件 肯定用得到 以及知道怎樣用 第二個星期 你一定要做完的 就是 你解決了十五天 所以第三個星期 你就可以寫 Main Program 以及做Debug 四個星期 你就可以做到 是佔50% 佔50% 佔50% 一半 那 就會計算什麼呢 會計算 以及 你的Proposal 你要做Demo 那時候 就會看到 表現 Tilter會問你問題 做Demo 還有最後有個LAP Attentance 就是計算三個 Ariana店的創作 你在講評價時 可以看到你的軟件效果 記住, 名字和ID 在你的 project 上 因為 Ambassive System 一定會用到 Ware Loop 如果不用, 玩完後 就一定要按 reset 鍵 這就是 Ambassive System 一定是錯的行為 如果你要 reset 才可以 restart 遊戲, 一定是錯的 Mini Project 呢 其實我們想 展示你學了的東西 Hardware Feature 就是展示你 那些東西 挑戰會 Demo 時問你 Q&A 想保證 每個同學都有參與 不要其他同學都做完 可能叫你 改一下 program 問一下你的 program idea 或者為什麼 解決什麼問題 那 你的 report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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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要填 Declation Form 沒有Page OK 所有東西 如果是遲交 任何東西遲交 只會拿一半分 那 Proposal 那個 Fund Page 就是這樣 寫一些東西 就是 關於你想想的 project 可能是一些圖 有一個 Fold chart 總之 你可以令到 Tilter知道你想做什麼 OK 很多人都想知道 為什麼取高分 取高分 首先 不是鬥長的 不要想想 長一點 重一點 高分一點 無關 你說出原因 為什麼 你要給高分 例如 可能 有些事情 改變了 例如 解決問題 有一個獨特的方法 總之 你覺得哪些東西可以 拿高分 你就告訴Tilter 這點 我值得拿高分 OK 記住 不是鬥長 不是鬥 鬥多 所以 不要把所有的Code 都放進去 Tilter不會給你看Code 只要看 Result 主要 Code 主要拿來 如果Pages 審 我們拿來查 記住 That is more OK Show 最重要的東西 值得你拿分的東西 還有你在這個課程中 學了什麼 Demo之後 記得要更新 Source Code 即日 還有記得要 橫版 那個安排 就看 Warren 在 Badboard 裡面的安排 因為今年要記 那些版 或者你們拿 那些版 OK 如果 寫Program 寫得好一點 十五天 記得不要太長 100行 已經很長 很難 十五天 十五天 就能夠 減少Program Size 但是 用了十五天 就是減少Size 但是 你可能可以 trace off 那個Performance 因為它有些 overhead 所以 你決定究竟 哪一部分 放十五天 就是你自己決定 入十五天 就容易 你自己決定 如果你有些 看了別人的 Program 就不要抄襲別人的Program OK 首先 先讀 然後再寫一次 OK 別人的Program 不一定是最好的 雖然 文件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 先學了 想想 如何改善別人的Program OK 記住 用Intrub 千萬不要再用Program 不應該再用Program 不應該再用Program 不應該用Delay 的 在Ambient System 裡面 OK 那 Ambient System 應該是有一個 不停的 是一個Endless Loop 對嗎 這樣 你就要控制 Endless Loop 那個時間 那個是Performance OK 那麼 Intrub 要盡量簡單 Intrub 一個Cycle 要做一個Cycle 要做一個Cycle 要做很多Tasks 那你就可以separate Tasks 一會兒 我跟著怎麼說 講你聽為什麼 怎麼玩 那就記住了 你的Performance 就是Overhead 和Program Size 自己trade off 在Net5 那裡講一下 那 那 什麼叫那個Loop 你的Program 通常就是這樣的 有些東西 你要檢查Status 可能有人按鍵 有些東西要做了 那 根據這個 不同的Status 那你就會有些Decision 譬如說 按了按鍵 可能要轉左轉右 類似做的東西 那 譬如你玩一個 駕車的Game 可能按鍵 就要轉左轉右 和轉左轉右 會不會撞到其他東西呢 那如果是的時候 那你的Output 是怎樣呢 車子走 撞了可能要 加分減分 或者會爆炸 那些東西 不停地重複 那 上一個Performance 通常呢 你簡單寫Program 就是每一個Loop 裏面 每一個Loop裏面 就做了這麼多Tasks OK 是有做 不是有做 那一定會慢 那 怎樣呢 你就可以 哪個Tasks要做 你就記錄它 在這裡記錄它 那你做的時候 只是update那個Tasks 又或者 將Tasks分開了 在不同的Cycle裏面做 那什麼意思 不同的Cycle呢 就是 我的方法就是 我用一個Counter 那 在這個Value面 在Count 那譬如說 當Counter是1的時候 你可能就只做這個Tasks 那Counter是2的時候 就做這個Tasks 那 有些Tasks 如果很重要 你需要多做幾次呢 那其實你可以放它 在多一個Counter上面 都出現的時候 就可以了 那就是Counter的數字 那你就可以 令到Tasks的Value面 是有不同的 OK 最後那部分呢 每次都有人問 的 怎樣做Random Number 那 你上網學電腦那些 Random Number 就叫做Pseudo Random 的方法 那 就 做些計算 那 其實 最好 最Random 就是人的行為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現在玩的 是在Games 你會按按鈕 那 其實當你剛才 這個Loop 在行動的時候 有一個Counter 對不對 那 當你按鈕的時候 就讀那個Counter 然後 有一個Counter 就去 除你想要的數字 比如除2 除3 除4 那這個Number 就一定是Random 因為如果你的Performance 就是好 就算好差 你這個Loop 一秒鐘可能也有幾十個 對不對 好的呢 就應該是 一千幾百個 那 這個在Lap 5 那裏會說一說 那 就算有幾十個 你個人 按下去 你不知道那個Number 其實你怎麼都會是Random 那 這個一定是比Pseudo Random 好的 那 所以這些就是 好像剛才那個 你想要高分 如果你還要Pseudo Random 其實不值得高分 你應該想到一些方法 一些新的方法去做 OK Thank you